各位弟兄姊姊姊早晨 今天又是十分钟查经到可道 上一次我们查考到 又行福音第十四章 耶稣说 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他 没有人能道天父 那里去 今天我们继续去查考 又行福音第十四章 七至十二节 我们看看耶稣对他的门徒 在他被听十字架之前那天 还有什么的教导和吩咐 《羊福音》第十四章 第七节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腓力对他说 求主将父险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对他说 菲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将父险给我们看呢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憑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话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 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 那里去 我们看看第十四章第七节 耶稣说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那些门徒怎么去看见天父 我想他们从来都没看见过天父 或者见过天父 这么说 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其实耶稣就是说 你看到我 就是看到天父 就知道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认识就是知道 即是 理性上面 头脑上面 是知道 知道耶稣 不单止是知道他人的存在 相信就是知道他的话 认知他的话 知道他的话 认识他的话 即是认识天父的话 天父 这位神 好了 接着 腓力就好像一如以往 他就很理性地去问耶稣 求你将附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腓力说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我们就知足了 知足的原文就是足够 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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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çou 植制 절 足夺了 そ어 так 能看见了我 就是注意到天父 你为何要我展示天父呢? 我想耶稣有点疯了 为什么腓力仍然这样问 其实腓力也很正常 不过他一次又一次都用理性问题去问耶稣 你看到他和彼得有很大的差异 彼得不是的,彼得很信服 耶稣说什么呢?他相信什么 耶稣说基督,他相信基督 腓力是不是不相信基督?我不知道 但是在这里看到 他也是充满理性的一个人 看下去很正常一件事 腓力想耶稣显示给他看 你说有天父,让我看天父 人就是这样 他想认知一些东西,他想要实体 不只是信那么简单 但是我们和门徒不同 门徒是看到耶稣这个实体 我们对耶稣也是一个信 我们看不到 我们没有门徒那么好 他们可以看到耶稣 这个实体 相信耶稣 我们只是相信耶稣的见证人所说 即是这帮门徒 福音书里面 或者书信里面所说的 当然也相信旧弱的预言 只向耶稣所说的 我们也相信不同的亲友 不同的人 以及我们自己的经历和体验 体验过耶稣 经历过耶稣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实体 实物去证实 耶稣的存在 但是我们可以推论 根据我们和不同人的经历去推论 这个就是信耶稣的意思 我们是信他 如果实体就不是 不单是信 只能知道 能引证 能证实 接着第九节 耶稣十节就说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连结 天父原来在耶稣里面 而耶稣也在天父里面 这个实体看不到 耶稣问 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 不是凭我自己说的 是凭住住在我里面的天父 做他自己的事 就是说 耶稣是说 跟之前所说的一样 他与父原为一 是吧 就是 天父在他里面 去做事 而大家看到的 就是天父所做的事 所以耶稣说 第十一节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去再重申 父在我里面 再重申一次 再重复说 之前所说的 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 all in one 换句话说 他们连结在一起 好像一个电脑 黑电子里面 keyboard也在 不用这里一够 那里一够 是all in one 是在一起的 耶稣和天父 是在一起的 这就是 大概的观念 耶稣说 就算你们不信 我所说的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你们 门徒 跟了耶稣多久 跟了三年半 你们 耶稣所做的一切 你们都见证到的 是不是 你都应该 因为耶稣所做的这些事 而相信他所说的 是吧 是吧 但是 耶稣就想表达这件事情 好了 跟着 第十二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 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乎那里去 耶稣说 信他的人 而且是要做的 所谓信 不单止 是相信耶稣这个实体 即是他直接知道 不是说信 这里我相信 是说 相信耶稣所说的话 你相信耶稣所说的话 就要去行 耶稣的意思就是 而且是做 比他更大的事 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连结 是吧 我们都说的 这里就说到 耶稣就说 他在父的里面 父在他的里面 那我们呢 我们在耶稣里面 耶稣也在我们里面 耶稣也曾经这样说 谁常在他的里面 他就常在我们里面 是一个连结 连结也是 力量的全员 这是一个 我们呢 是否在主的里面 我们怎样证明呢 我们在主的里面 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 其实我们都是在天父的里面 因为天父和耶稣是连结 是吧 如果我们可以在耶稣的里面 即是同样 可以在天父的里面 有什么可以去引证呢 这个真理 有些人就说 神在我里面 但是 神在他里面 他又去作恶 作什么恶 嫖妓 叫鸭 分爱情 贪钱 七宗罪 各样造齐 或者不造齐 总之 做不少 那怎样说 神在他里面 怎样会有连结呢 就正如有些人说 我灵性很好 我很多时候问他们 你怎样证明你自己灵性好 我有祈祷 我有读经 有祈祷 读经不代表灵性好 有祈祷有读经 就正如这里所说的 其实耶稣所说的 就是说 你就会做 如果你灵性好 你就会做出 天父 在你里面 耶稣在里面 要做的事 结语 有些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 都会有些 误解 我也有在讲道里面 或者是分享里面 我曾经说过 如果我们信耶稣 信 但信耶稣的话 我们信不信耶稣所说的话 信 如果是信 又为什么不做呢 耶稣说的 要爱神爱人 我们又为什么不做呢 耶稣说的 有祂的命令就遵守 我们又为什么不做呢 耶稣说的 叫人去使万民 作祂的门徒 凡祂所吩咐的 都要教导 信祂的人遵守 我们又为什么不做呢 其实我们 都是一样 只是说自己信 但是 不信耶稣的说话去行的人 耶稣说祂所做的 信祂的人 都要做 不是可以选择 做还是不做 并且耶稣说 这些人 要做 比祂更加大的事 因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祂去了福 那里 并且天上地下 所有权命 都赐给耶稣 我们是祂的继承人 我们是祂的以来 所以 弟兄姐妹 依照耶稣所说的 信不能够不行的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 这些 信靠祂的人 亦都能够行出祂的吩咐 以及 行祂所 说的 说话 没有任何借口 福耶稣基督 宝贵 得圣主命以求 阿们